哈喽安娜达 曾经有一部非常炸裂的无厘头喜剧 郭德纲老师反串演了个阿姨 胡哥戴个头盔 演了一个阴柔反派 后来电影上映以后 导演刘振伟都不承认这是他的作品 他说他只拍了一半 今天从而进来带大家看看这部 根据《水浒传》改编 无厘头恶搞到极致的喜剧神篇 《大话天仙》 表姐给你出个主意 故事一开始 一个信奉科学的小学老师 芝老师 他正在教育他的学生们不要迷信 他说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神仙 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所以人要享受当下的快乐 世界上没有神仙 人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 随后他就带领他的学生们 去爬了一户有钱人家的墙 偷看表演 好看吧 你看那个人 原来是镇逢春节 一位有钱人家的赵夫人 她邀请了这里最有名的音乐人 到他们家举办音乐会 赵夫人 这赵夫人居然是郭德纲 开始才好你生气 这场音乐会最厉害的节目 就是金灵姑娘的独奏 金灵手中有一把很特别的琴 弹出的音乐可以控制人心 被他音乐控制的人 就会把真心话全给说出来 赵夫人女居一家子人 因为听了金灵的音乐 突然说出了真心话 害得他们就吵起来了 我家要不是看你们有钱 我儿子能欠你当老婆 没错 我根本不喜欢你 赵夫人的家宴 就这样不话而散了 赵夫人很愤怒 就找来三个道士来对付金灵 金灵用她的琴声 轻松对付了他们 其实我是个卖猪肉的 而我是个挑大分的 我是个演员 不过我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理想 音乐 玩的呀 今天这表演 让赵夫人非常的生气 赵夫人她可是镇上的权贵 于是她就强迫金灵 嫁给他们镇上最丑的男人 毛大龙 我要把你嫁给全镇 最没有品位的男人 毛大龙 这个毛大龙到底有多丑呢 就是因为她丑 一般人都不和她做朋友 有些青楼的小姐姐就不服了 他们都是收钱接客 只要肯付钱 再丑的男人 他们都可以陪喝两杯酒 样貌和外表 只是一副皮囊 一个人 最重要有个善良的心 看来这里的姑娘 全都误会公子了 有位青楼姐姐 就准备去混混毛大龙 结果刚走近看了一眼 居然被救护车给拉走了 真的是太丑了 然而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 精灵反而忍受住了大龙的丑陋 和大龙回家了 毛大龙的家里 还有一个弟弟毛松 却长得英俊潇洒 很明显他们三个人对应的就是 武大郎 潘金莲和武松 精灵刚嫁过来 不知道他们兄弟俩是不是好人 于是他就谈起了他的魔情 逼着对兄弟说出了真心话 好不好听 好听 这毛大龙虽然极丑 但心思很单纯 他对精灵没有任何企图 而弟弟毛松 他说他绝对不会冒犯大嫂 因为他小的时候就喜欢上了一个 在河里洗衣服又洗水果的女孩 我很喜欢看他洗衣服 洗完了衣服之后 还洗水果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他还保留了那个女孩的手镯 他只会等待这个女孩 绝对不可能对大嫂无礼 看着两兄弟都很单纯 精灵就放心了 不过第二天一大早 精灵就跑去河边洗水果了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洗水果控 把他小数字毛松看到 心里面就像猫挠的一样 撒撒的 他说大嫂不行 人类的爱好太复杂了 在他们这个镇上 还有一个和毛大龙鲜明对比的 有钱公子 施公子 他就不一样了 家财万贯的施公子 是全镇女孩子们的偶像 这些女孩在他的眼里 都只是雍真淑粉 万千的企鹅少女 北极兄施奶 都没有立足之地了 这个家伙对应的就是西门大官人 他的家里更是谈了各种类型的女朋友 他会和不同的夫人 每天都玩着不同的花样 等一早上那三个女人 已经性命地打起来了 比如这位爱护夫的 一艘小甜甜 施公子根据他的爱好 轻松把他拿下 手怎么这么粗啊 没有我店里的护夫霜了 我刚刚用完了 心疼死我了 来人 来了少爷 马上送几箱护夫霜的夫人府上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为什么你不爱惜自己 为什么你要让我心痛 对不起 对不起 万一你有什么事 这辈子怎么办 我下次不敢了 还有下次 麻烦你马上回去擦护夫霜 擦多点等我今晚过来 真是高手 他还有一个女朋友 十六姐 想要他的老公 考个状元 施公子就和他玩了一个cosplay 我决定上京考试 经过施公子的花言巧语 最后是十六姐 上京赶考去了 我在这里等你 你考的公民 马上回来接我 等你 这也是你们朋友的一环吗 施公子早就已经 对他家里这些夫人 没了感觉 偶然间 他在路上看见 毛大龙居然娶了一个 这么漂亮的新夫人 他还没有见过 这么清新脱俗的女孩 这十公子就趁着毛大龙出去卖烧饼的时候 跑去调戏精灵 还涂了一口骚气的口红 精灵看见他以后被吓得不轻 直接拿床单盖在了他的头上 转身就跑回了家里 刚好这个时候 有两个看十公子不爽的男人 又在调戏良家妇女 他们就趁这个时候 跑来把他暴揍了一顿 好妖好身 好男人 你还是我 是我真心不怕火炼 女府的是 被蒙着头的施公子 还以为是精灵打他的 把他给打兴奋了 尽情啊 他越来越喜欢精灵了 不能跟娘子在一起 我就真的生不如死啊 这种人 那神经病 为了能够得到精灵 施公子就跑去找他表姐帮忙 没想到他的表姐 就是之前那个赵夫人 哎哟 你这是又怎么了 他听说了之前精灵的事情 就责怪表姐 为什么不把精灵嫁给他 你这里吃得好 住得好 你又这么帅 你怎么能配他呢 那你就错了 这种荣华富贵 害死多少万千少女 我的假情假意 已经伤透无数女人心了 你把她送给我 不就等于送进人间地狱吗 你倒挺有自知之明啊 为了帮助表弟 可以抢取精灵 赵夫人就给他想了一个阴招 表姐给你出个主意 这个时候他看见 表弟的身边有个跟班 嗯 这个人看着怎么那么眼熟 于是赵夫人就冲了过去 来来来 这银子是赏你的 来来 成功 莫德纲老师 你是不是公报私仇 接下来这对姐弟 开始对付毛大龙 他们看见毛大龙 在路边卖烧币 就派人把他拉进了一个门面房 然后谎称 这个店面的租客 生意做不下去了 还有几个月的房租 全送给毛大龙了 我已经付了四个月的房租 这次就便宜你了 接下来他们才开始捧杀毛大龙 说他做的烧饼太好吃了 附近有几个小学都决定 要到他这里来订学生餐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一天三餐 都在这里吃烧饼 接着工商 税务 城管 证件一律半全 甚至连金城的御厨 都要到他的店里来打工 知道江南有一位烧饼大王 哇 原来这么帅 所以废话不多说 听你 毛大龙就真的以为 自己做的烧饼 已经响彻世界 稀里糊涂的又和世公子 签了十年的合约 拿个手印 签个十年租约 是果果的杀猪盘啊 毛大龙回家以后 非常的开心 他觉得他事业有成了 弟弟毛松也为他高兴 毛松就劝金灵 不要再洗水果 引诱自己了 现在大哥也是 事业有成的人了 你就和大哥 好好的过日子吧 可是金灵却反驳道 他和毛大龙不是一路人 勉强不来 就像这个苹果一样 你硬要他跟香蕉一起生活 他怎么会习惯呢 嫁娇随娇 每天披着香蕉皮见人 你说苹果 怎么会开心呢 你又不是苹果 你怎么知道苹果不快乐呢 金灵告诉毛松 其实他就是小时候 洗水果的那个女孩 毛松念念不忘的女孩 就是金灵啊 我就是那个 在河边洗衣服的女孩子 之前他在河边 洗苹果洗香蕉 只是为了提醒毛松 并不是想引诱他 毛松表示不能接受 不行 果然 之前烧饼店所有的一切 都是师公子安排的假象 毛大龙的店开起来以后 并没有等来学生顾客 而且他还涉钱贿赂衙门的人 违规办理了各种证件 正义的捕头 就来把毛大龙给抓了 他们冤枉我 冤枉你 怎么不冤枉我 好家伙 这捕头居然是乌鸦 乌鸦不换黑道 当上捕头了 毛大龙被抓了以后 师公子就派人绑走了金灵 他要金灵来偿还毛大龙的债 金灵恳求毛松可以救救他 他从小到大被我欺负 他能保护你 就不叫吃屎狗了 走 毛松居然怂了 不过此时的他的确没有本事救金灵 看着金灵被绑走以后 他又后悔了想要救人 直接被师公子人给撂倒了 事后毛松觉得自己太没用了 他保护不了他的大哥大嫂 不如死了算了 可是他太怂了 连自杀都要挑一个最舒服的死法 还是小到安全点 痛有痛的死法 不痛有不痛的死 他实在不敢动刀子 于是就想去买些毒药来吃 可是想要死得舒服的毒药 也是要花钱的 想死还这么小气 去冲阳山找棵树上吊 快来找个悬崖 一闭眼跳下去 就不用钱了 各位 想死的 礼物请 好神经的剧情 毛松实在没辙 只好去跳悬崖了 好一个自杀圣地 这也太离谱了 等他爬上山以后才发现 跳悬崖还要排队 他们都要去那个风水最好的位置跳崖 现在是自杀旺季吧 很多人排队自杀的 这是什么地狱玩笑 毛松在队伍中看见了一个老同学 就跑到队伍前面和他唠嗑了起来 周围的人都以为他想套近乎 然后好插队 他们几个就这样吵了起来 结果在拉扯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 毛松掉下了悬崖 接下来的剧情会更更更炸裂 毛松坠崖以后并没有死 他还遇见了两个造型非常奇怪的人 这两个家伙是B16星球来地球的外星人 B16星球的王子被黑暗帝王追杀 躲在了地球 他们俩来地球就是为了寻找他们王子的 一定要尽快消灭黑暗帝王派来行刺我们未来CEO的杀手 否则的话我们就要复国武器 等等 我刚刚不是在看一个古装片吗 怎么突然就有外星科幻了 毛松看见这两个人这么古怪 我以为他们两个是山贼 难道你不是山贼 转身就跑到了街上大喊救命 为了阻止毛松乱说话 外星人就使出了一张音乐闪卡 音乐闪卡 不明思义 撞了这张卡的人 只能唱歌 不能说话了 大家都以为毛松疯了 后来施公子的手下又冲了过来 看来施公子想对他赶尽杀绝 这个时候外星人又给他植入了一张功夫闪卡 功夫闪卡 毛松突然就有了绝世神功 一招就打碎了这些人 灵龙十八掌 事后毛松就问两个外星人到底啥情况 其中一个外星人就说 地球人都很迷信 跟人类说是外星科技 他们肯定是不相信的 要不然干脆就直接说 自己是神仙 是神仙 毛松一听是神仙 可开心坏了 有了两位神仙的帮忙 他就可以救他的大哥大嫂了 可不可以帮我救我大哥和大嫂啊 另一头 大嫂精灵已经被施公子 抓去了一个湖中别院 这施公子还挺奇怪 虽然他强行绑来了精灵 但他绝对不强迫精灵和他洞房 他一定要精灵心甘情愿地爱上他 娘子 今天有没有心情出去逛逛 我有点不舒服 不想出去 这反派当的还挺有绅士风度 别着急 让他保持滋润 他会干烈的 精灵就安心地在湖中别院享受桑拿 施公子还给他安排了一个阿婆 伺候他 毛松在两个外星人的帮助下 混进了别院 这一波王婆是反向助攻啊 原本毛松来救他 精灵还是很开心的 谁知道毛松直接开口就是一句 弄了半天你还是把人家当大嫂了啦 精灵突然赌气 不想和他走了 还故意说了几句气话 毛松居然没听出来这只气话 真的就跑回家挣钱去了 他随便找了一些猪脚海鲜 凑在了一起 改个包装变成了美容蛋白素 然后他还把他们家的毛夹烧饼 做成了巨豆面膜 你可真是个商业鬼才啊 这个时候表姐赵夫人 看着他表弟到现在都没有拿下精灵 就给他想了一个英招 他拿出了一副春心荡样伞 两副药 男的吃一副 女的吃一副 吃完以后 这一对男女就会情不自禁地轻嘴 把这碗喝掉 这碗是给他喝的 施公子自己喝了一碗 然后迫不及待地就把另外一碗汤 端给了精灵 精灵端过碗以后 直接叫 这一次你可中了我的奸计了 就在此时 毛松突然出现 他趁乱救走了精灵 还把施公子给丢了出去 这一次毛松终于正大光明地来救了精灵 而且还拉着他的手一块散步 精灵被感动了 还告诉他一个秘密 当年他们俩在河边相遇的时候 精灵看见了一个老神仙 说他是B16王子 为了保护他才把他送来的地球 还清除了他的记忆 咱们到底看的是神话 还是科幻 那个老神仙给他留了一把真心情防身 原来这把情并不是什么仙字 而是B16星球的高克制 当年精灵是故意把情带走 就是希望毛松可以来找他 可是毛松后来被毛大龙他们一家收养了 直接就接走了 所以他们两个才错过了 我叫毛大龙不如我就叫你毛松吧 原来他是被收养的 难怪他们两兄弟长得差别那么大 知道了来龙去脉 毛松现在说什么都要取精灵 他准备回家告诉他大哥一切 那两个外星人已经把毛大龙救回了家 可是见到了大哥 毛松还是没有说出口 看着弟弟追着精灵出去了 毛大龙也猜到了一切 他只能祝福弟弟可以追到精灵 接下来的剧情会颠倒极致 毛松追着精灵来到了山上 谁知这个时候 有人花钱收买了107个好汉要来追杀精灵 我收了人家的钱 是来对付这个女人的 破硫酸呢 有什么事情 你们这硫酸破的也太猝不及防了 毛松救走了精灵 把他背到了山顶 看着已经毁容的精灵 毛松对天发誓 他一定会取精灵 我以为他陪着你 可是精灵还是没脸活下去了 他转身就跳下了悬崖 毛松也跟着他跳了下去 坠崖的时候 突然激发了毛松B16星球王子的基因 他长出了一对翅膀 救了精灵 他随便使出了一个高科技 就把精灵变美了 他不仅恢复了王子的记忆 还召唤出了B16星球的宇宙飞船 剧情到了这里 我还以为大反派是那个施公子和赵夫人 然而我错了 他们两个根本就没有再出现过 真正的大反派竟然是 故事一开始那个小学老师 直老师 你们这是官方吐槽吗 他就是黑暗帝王派来的刺客 他来地球却是为了自杀王子的 他掐住毛大龙 想要威胁毛松 休想从我这儿溜走 紧张的毛大龙 就想使出一张美男计 假如你追我弟弟的话 不如追我吧 黄奕娟居然变成了狐哥 变成男人就不适合我了 那你死吧 据说这是狐哥最不想提起的一个角色 接下来狐哥就和毛松最终决战 毛松原本是打不过他的 于是他就把山顶上 107个好汉的武功全部吸收 再加上他自己 提起了108人的功力 终于干掉了这个刺客 暴力一向不能解决问题 故事的最后 毛松恢复了B16王子的身份 精灵也成了他的王妃 他随手一挥 把毛大龙变成了一个帅小伙 然后还把107个好汉 全都带回了B16星球发展 可惜朝廷不器重你们 不如跟我一起回B16星球 好好地为我们的星球效力 你们这就是硬蹭水浒转啊 这么庞大的外星飞船发出的光芒 在遥远的镇上 让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佛光的形象 所以镇里的人都觉得是佛祖显灵了 从此以后他们镇子里 寺庙的香火就越来越旺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电影的剧情是真的太颠了 感觉是想一出拍一出 我感觉这个电影就是想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神仙 我们看到的任何异象 其实都是外星科技 世界上没有神仙 人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 不知道当年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呢 文杰 死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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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